德国之声网站1月9日文章原题 唐纳德·特朗普危险的短视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和中国利益攸关 但长远而言 特朗普的做法会再度成为有利于中国的事 中国将向外界展现作为建设性世界大国的形象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上周五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杀死伊朗将军苏莱曼尼时 北京只能旁观 周二晚间伊朗向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予以回应 眼下紧张局势如果没有降级 至少也没有再度升级 但中国在中东的风险依然很高 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中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该地区 中国对伊朗的投资也在稳步上升 2005年到2018年 投资总额超过270亿美元 北京因此会获得更便宜的石油等实惠 此外伊朗在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中 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丝绸之路是中国本世纪的地缘战略项目 其重要的轴型之一 是从中国经巴基斯坦伊朗到土耳其 再从伊斯坦布尔至希腊的比雷埃福斯港 全球40%的石油运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再距离巴基斯坦与伊朗边界不远 就是巴基斯坦深水港瓜达尔港 按照目前的构想 石油和商品将从这里途经中巴经济走廊 被直接运到中国 中国非常希望阻止美国干预 以免进一步动摇地区稳定 甚至引发公开的战争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北京的焦点转向更具针对性 将自身定位为伙伴 及对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 现在中国又有机会在伊朗 以及世界舞台上 展现作为建设性理性声音的形象了 许多国家 尤其是新兴国家 青睐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排斥美国的轰炸和袭击策略 美国消灭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行为 按照国际法衡量是很成问题的 而且特朗普恶毒宣布 若有必要将轰炸伊朗文化遗址 这些举动更凸显 中国是一个温和的世界大国 主张关注多极世界的稳定 在这方面 中国尤其显得可信 毕竟中国不久前 还是美国世界霸权的受害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表示 强权政治不得人心不可持续 美国好战言论 和进一部分裂国际社会的代价 高昂的冲突 是在堵掉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 这时候中国的活动空间会扩大 美国留下的任何权力真空 将很快会被中国补上 人们不必大惊小怪